朋友们你们发现没 现在影像期间 你不搞个相机标贴在手机上 好像就落后了 那我好奇啊 你们对联名这种操作是什么看法 支持的扣1 不支持的扣2 那只要最后强无敌 无所谓联不联名的扣3 我看看 那这事吧 对手机厂商来说 与其孤军奋战 不如拉个相机品牌过来 一方面提高实力 一方面拉高这个格调 那反过来呢 对相机厂商也是一种品牌推广 你看小米就把莱卡推广得很好 但可能你不知道啊 莱卡、哈苏、蔡斯 现在注重的领域并不重叠 莱卡注大全画幅 哈苏注大中画幅 而蔡斯现在最赚钱的业务啊 不是相机也不是镜头 而是半导体和眼镜片 所以这几家的粉丝想吵起来 只能虚空对战 但落实到手机 安娜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这期视频 我们就拿来了 Find X6 Pro 小米13 Ultra X90 Pro加 和P60 Pro四台旗舰 就完全把它们当成相机 好好对比一下 它们的后置拍照 那不过这回啊 我们不会重点 看那些成像素质 也不是说 动态范围解析力啊 这些不重要 只是到了今天 它们已经不是 决定性因素了 那些需要一直放大 才能看到区别的 这期视频 我们不会反复提 我觉得分析好 这四台手机 不同焦段下的特点 还有比较玄学的影调和色彩 教会那些买这些手机的人 如何利用好他们的手机 这些优势 可能会更有意义 那这期视频 我们五一假期都没休息啊 取了一千多张样张 方方面面都覆盖到了 所以如果觉得我们真的用心 别忘了多多点赞投币啊 这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Hello大家好 我是花生 吉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第一块 咱们先聊色彩跟影调啊 毕竟这个是联名感知最强的地方 那在这方面说的比较积极的 我觉得是OPPO和小米 那首先 自动模式下 他们的风格化就很明显 比如这组消防栓 OPPO是暖色调 偏清新的风格 色彩过度柔和自然 小米呢 莱卡生动 画面整体偏冷 暗部压得很低 发色更浓郁 那最大的区别在于啊 小米即使是莱卡生动 也会大幅度的压低暗部 而OPPO的自动模式呢 影调就比较接近 现在传统的手机摄影 那当然他们都给你一种 进一步风格化的选项啊 OPPO会进一步的压低这个亮度 然后周围加上暗角 模拟哈族X2D的风格 得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是吧 而且OPPO这个时候 几乎是没有算法的 东南范围会吃亏 晚上拍一些灯箱啊 容易过曝 那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啊 OPPO把这个风格化 主要开放给了专业用户 放在了专业模式 需要你针对不同场景 做一些细节参数的调整 好处呢 就是画面更加原汁原味 相机感更强 小米的莱卡经典呢 除了压暗部加暗角 锐化量也会减少 大部分的颜色啊 都消了饱和度 除了橙色会往红色偏 红色的饱和度几乎不变 有些场景整体的色温 也会冷上一挡 那Vigo这边呢 现在主打的是菜丝自然色彩啊 饱和度会比自动模式第一大截 有的时候光会比较舒服 尤其是遇到蓝天 但大部分啊 我还是会觉得 这个有点过于素了 华为自己的X-Mage风格啊 鲜艳模式会提高饱和度 拉曝光压暗部 但力度明显没有OPPO小米那么大 明快模式呢 就是在原色跟鲜艳之间 取了一个中间值 所以这四家的影调风格 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呢 我觉得OPPO的表现是相对全面 试用范围更广的 色彩够独特 而且你是不管要手机味 还是相机味 它都能给你 那小米呢 就是比较彻底的风格化 无论什么模式 包括高像素 它的影调都在 除非你拿专业模式自己拉 那这个就导致 无论拍什么 小米都在营造一种厚重感 很难拍出小清新的画面 而VIO跟华为这两家呢 我觉得他们这个色彩模式 目前就没那么好用 XMAGE这个变化不够明显 也少了自己独特的特色 那蔡司自然色彩呢 这个低饱和度 适用性也不够广 所以P600 Pro跟X300 Pro家 我99%都是在用他们的自动模式 不过X300 Pro家最近那侧 增加了一个DEMO X 也是一个压暗部的模式 总之营调方面 我希望手机厂商 能玩出更多的花样 那当然实在整不出新活 也别盲目跟风 保持自己的特色最重要 我以后真的不希望 手机影调再同质化 如果说拍照是讲故事 影调决定故事剧情 那焦段就决定了故事的长度 我很好奇 你们平时用的最多的镜头 是哪一颗呢 大家可以来投票来看看 我个人超广角用的最少 虽然它能装进去很多东西 但东西一多 画面就会显得很杂乱 不太好构图 尤其是在城市里 很难出片 在这四台手机里 OPPO的这颗超广角 画质非常突出 白天细节更强 到了暗光室内 观感细节和噪点控制 也会更有优势 夜景也是盛在观感 画面不像小米那么暗 算法痕迹又没有 Vivo华为那么明显 包括天空的噪点过渡 还有整体色彩 都比较自然 那这个大底还是立功了 12号米的小米 主要是盛在广度 然后就是华为 Vivo和OPPO 但小米这台老毛病又回来了 超广角放在了靠上的位置 平时用 只要是横过来拍 就容易拍到手指 这个得注意 所以超广角来说 广度跟画质 你会怎么选呢 欢迎打在弹幕上 而算法方面 蓝场的HDR更暴力 影子都快算没了 整招照片就很亮 华为跟OPPO 明暗是比较还原的 对于现在很多手机的主摄 我觉得叫它广角镜头 可能更合适 因为米OV3加的1英寸 都把等效焦距做到了23毫米 在相机上 这是算超广角的范围 而华为的27毫米 也是从24.5毫米裁卸来的 可能是现在手机端 想要大底 就必须要做得广 华为虽然底相对较小 但是它有F1.4的超大光圈 所以这四台手机 无论白天还是常规的夜景 都很难拉开差距 除非极限夜景 但我觉得极限夜景 更多是秀肌肉 平时影响我们更多的 可能是比如华为的锐化 尤其是拍到树干 它这个光感和OV米明显不一样 而且可能是因为RIB 华为的颜色 就经常会比别人更偏绿一些 Vivo的夜景算法依旧更暴力 哪怕一丝高光都不会放过 全都能压住 而且发挥很稳定 拍一些近物 华为跟小米会更有优势 缩小光圈以后 都能保证物体的边缘清晰度 拍一些手办比较好用 而且华为因为用了六叶片的物理结构 遇到点状光圆能拍出十二角的星芒 这也算风光化的一种 长焦是他们差异化最大的地方 别看他们都是三倍左右的镜头 但原生焦段五花八门 小米在2.6倍就能掉出来 OPPO在2.7倍也能掉 华为标的3.5 实际上3.3也能用 Vivo倒是没怎么裁切 而几希腊 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他们的原生焦段 比如拍距离相同的东西 细节 Vivo会比小米好 但这个差距也是需要不断放大 才能看得出来的 不过小米跟OPPO的2.5、2.6 明显比Vivo的3.5 广了一大截 试用面也更广 由于从主摄直接到3.5 很难保证中间焦段的画质 所以Vivo加了一颗两倍的光学镜头 它的细节表现 对比另外三家的高效度裁切 顺光的时候比较接近 到逆光或者一些夜景就会好一些 回到三倍 华为即使是长焦 锐化亮也明显比其他三台更高 夜景环节 最早发布的Vivo表现一般 很多时候都掉不出3.5 被这个潜望 即便是掉出来了 画面也是会糊糊的 剩下三台里 华为灯盘控制的一般 但细节很好 OPPO因为这次的重点 就放在了暗光长焦了 自然这个细节也不差 噪点控制更强 天空看起来最自然 画面光感更好 到亮一点的场景 Vivo就开始好起来了 但它还是延续了 自己的做法风格 画面拉得比较平 OPPO跟小米表现比较接近 华为的优点就是细节 除了长焦夜景 还有一个最近很火的长焦微距 论最近对焦距离 华为能怼到10厘米 Vivo得半米左右 OPPO跟小米就是特写镜头了 其中OPPO能怼得稍微更近一点 而且画质也会更好 到3.5倍以上 这四台手机也有各自的优势焦段 在5倍 小米多一颗原生镜头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原生焦段对画质就很关键 而且到了晚上 小米的5倍也会有更好的表现 OPPO强在6倍 触发高分辨率算法以后 你敢想 解析力能追上小米跟Vivo 如果你打开专业模式 解析力甚至比自动模式还强 和小米接近 强于华为和Vivo 而且它的6倍在晚上 一样是高度可用的 拉到10倍 又轮到华为跟Vivo的算法发力 一样通过高分辨率的裁切来增加画质 小米表现也是不错 OPPO强项是在3-6倍 10倍就有点吃亏了 所以今年影像期间长焦这块 大家还真就各显神通 Vivo的小米是比别人多一颗镜头 华为抢占了微距跟夜景 而OPPO凭借这个超大力 实现了从3-6倍都很扎实的变调画质 那看你更侧重哪一方面了 有句话叫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 那拍人拍吃的 是记录生活最直接的方式 尤其是拍人 我觉得更重要 因为拍吃的不好看 顶多被吐槽 那你把对象拍丑了就 如果你单身 那倒我没说 3倍的人像模式下 小米的人像跟画上去一样 细节都没了 而且小米会明显的涂口红 涂的还是死亡芭比粉 那说到底 人像这边还得是OV 我会更喜欢OPPO的算法 它在磨皮的同时 还会保留一些皮肤的质感 那Vivo表现也不错 华为就有点太真实了 逆光场景 OPPO依旧延续了质感人像的风格 Vivo的3倍人像遇到逆光 画质就会被华为反超 到了更黑的地方 OPPO这个暗光长焦 还是有点东西的 又是这个大底 跟这个算法联合立功了 那不过两倍人像模式 蓝场靠原生镜头扮回一局 无论细节还是肤色的表现 都要更好 包括逆光下的观感 都非常的自然 来到拍吃的 莱卡影调 让小米拍的有点显老 你看这个鸡排 好像是啥过了 还有这个鸡流 好像就比别人更娇 莱卡生动了还算好 所以拍吃的 小米用户 千万不要用莱卡景点 华原呢 色温经常和别人不太一样 而OPPO跟Vivo呢 发挥是比较稳定 拍菜会更好用一些 拍完人的拍吃的 那就得拍月亮了 丑话说在前头 现在各家的月亮模式 都是P图 如果你想看P之前的效果 我用四台手机的 专业模式都拍了 都没法看 但P图呢 也可以分个高下 四台手机的月亮模式 都在这了 你们觉得谁更自然呢 这手机上的相机 除了效果要好 体验我觉得也很重要 这里面我觉得 最影响的就是屏幕 这个经常在户外拍照的 用户应该会有同感 那这一部分 OPPO Find X Pro 这次超高的屏幕亮度 对构图 时候照片的回放 都很有帮助 小米Vivo呢 表现就相对怂一些 拍完以后 OPPO的相册 HDR显示效果 也是目前这几台手机里面 做的相对较好的 可以说 OPPO拍的照片 在自敌手机上看 就是无敌 小米这边最让我惊喜呢 就是指哪打哪的快感 白天连着按快门 非常的干脆 到晚上呢 也不会经常给你 转个圈圈啊 长曝光啊 即便是触发了一景模式 从按下快门 到出片的速度也很快 整个拍照的体验 丝般顺滑 那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啊 华为如今的拍照 也非常的干脆 想象速度堪比小米 总算是翻篇了啊 那Vivo呢 这段时间用下来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 同样也没有什么拉胯的 突出了一个就是蚊子 好像这也贯穿了 它整个的产品啊 今天手机的摄影 感觉啊 分成了两派 一派强调光学素质 一派输打计算摄影 但是他们的目的 都是一样的 都是让大家 随手拍出好看的照片 那今天通过这次的手机 你能明显感觉到 手机影像 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在素质上 差距没以前那么大以后 风格的差异化 又比以前明显了很多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这四台手机的表现 你觉得 谁家的方案 你会更喜欢呢 那我觉得啊 今年最让我惊喜的是 OPPO的方案 想要素质 可以开专业模式 想要东南范围 自动模式 也有哈速色彩 而且OPPO 没有选择特别广的超广角 和使用频率比较低的超长焦 转而在凭视我们长运的焦段 做到更好的画质 在这台手机上 你不太好说清楚 谁是主摄 谁是负摄 那不管光线怎么样 不管拍摄近物 拍人 还是拍吃的 都很好用 那在这些基础攻关的同时 X6 Pro的光影做得也很不错 那做这个决定啊 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但至少 录到了我的需求点上 小米今年的策略呢 就是激进 无论是13A的外观 还是相机的功能 比如接拍模式 专业模式 导演模式 都是朝相机的方向走 这四台里面 它焦段覆盖更全 风格化 也更彻底 X6 Pro家呢 现在主要强在夜景 两倍镜头 是人物有的优势 综合大级的三十五倍前望 作为去年年底的手机 那今天和这些手机比 都不落后 而P600 Pro的优点 集中在主摄跟长焦 尤其是长焦 兼顾了微距跟夜景 那还有个最关键呢 这四台影像旗舰里 它的手感更好 拿着不费劲 那为啥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愿意带出门的相机 才是好相机 那至于这四台相机啊 怎么选 我觉得跟挑手机的逻辑 得反过来 买手机呢 你得看能不能忍受它的缺点 选相机呢 你得看它能不能戳中你的 这个优点 因为手机作为必需品 屏幕性能 马达扬色器方方面面 多少会用到 但拍照对很多人来说 不是必需品 创作的选择权在你手里 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场景 拍你喜欢的风格 那在选影像旗舰的时候 我强烈建议你把个人喜好放在第一位 那所以还是那句话 不要花自己的钱 买了别人心中的影像旗舰 拍照这事儿 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与其在网上当接盘侠 摄影师 不如多出门拍拍照片 好了 这就是本期影像对比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观点不错 别忘了多多点赞三连啊 这对我们这些认真取杨章的up主 真的很重要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